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一開始呢 幫大家準備了一些東西 包括大家最常吃的 像這個一般的辣椒 這看起來是不辣的 對 越大越不辣 你們的妹妹也好 大吃的 大吃的 應該還好 這真的比較不辣 對 真的 小辣椒很對 這個就恐怖了 對 朝天椒 朝天椒 還有辣椒粉 辣椒油 都有了 我們先請教各位 你們既然認識得這麼深 都吃辣嗎 都吃 但看小甜甜最近瘦很多 你是因為吃辣椒嗎 我是從以前 就非常非常喜歡吃辣 而且我吃辣的程度 我目前 活著的人我沒有找到一個對手 所以都是跟不在的人比 意思就是說 我真的很歡迎大家來挑戰 但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跟我一起 並駕齊驅的 真的假的 真的很假的 真的 我的耐辣程度很高 但最近有一家 24小時的美式料理店 他們有一個就是辣雞翅 然後你可以比賽 你可以說你要比賽 如果贏的就會送你一件T恤 跟幫你 這樣子農 就這樣 你加入我們台灣啤酒籃球隊的後援會 我們也送你一件T恤 一樣的意思喔 而且你還請他喝啤酒 對 還進去喝啤酒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辣的程度就真的有嚇到我 他不知道是幾十萬倍的那個魔鬼膠 然後加什麼膠全部在一起 那我就是我要挑戰 然後挑戰之前你要簽一份那個 就是 生死狀 對 就是你在過程中如果任何嚴重的 就是你可能喪命 我幹嘛寫得很標準 真的 是真的 我保證 就是你就要先簽 然後這辣的程度是我覺得超辣 然後我找很多像這種大個去 他們都馬上大哭 吃一根就大哭 吃了他 曹天嬌 我一定給你掌聲 你吃完他 我們全場掌聲 我一定可以 不含Code 我更可以 你現在還活著嗎 現在 我要掌聲 來 你沒感覺啊 曹天嬌耶 就是要享受那個麻辣刺痛的感覺 你眼睛出水了 對 我現在好美喔 我現在是芙蓉 很美很美 好 但是呢 我們這邊呢 也要針對吃辣這個角度 有一些迷思的部分 我們要稍微地跟大家來聊一聊 好 也就是說第一個 每天吃一根辣椒 可以增加身體的代謝排出肺部嗎 我覺得反而吃辣之後 隔天會更水腫耶 因為你辣就會伴隨著 比方說調味料 就會比較有 辣跟鹹 鹹 辣含量很高 然後你越辣東西就會越鹹 隔天吃完 你就反而覺得 就是整個人是更水腫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迷思 是錯的 來 小天 因為辣椒會讓你想要排 會流汗嘛 你會滿頭大汗 那汗不是就會把一些肺部排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隔天 常常就是會拉肚子 拉肚子同時也是排肺部 所以應該就是有幫助的啊 而且你看韓國人很愛吃辣 韓國人每一個人皮膚都 都很好 對 然後就應該是 北方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看呢 如果是身體的廢物很多 可能就會長痘痘什麼的 可是你只要吃 因為我覺得一根 它又不是說朝天驕 那種過辣的可能太刺激 可是一般正常人 可以接受的辣度的話 感覺就是你的皮膚會很光亮 就是一點點會幫助新陳代謝 這個問我絕對 對 為什麼四川 不對 然後不給你掌聲 謝謝 為什麼四川啊 貴州 雲南他們吃得這麼辣 因為那邊有 有髒氣 他們的森林裡面有很多髒氣 那他們以前為什麼要吃辣 是因為冷喔 不是 就是因為他們 吃那個辣可以增加循環 可以排出那個身體裡面吸進去的髒氣 你知道嗎 髒 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拍歌了嗎 沼澤 髒氣 對 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另外就像艾亞 有捲蛇吧 對 就像艾亞剛剛講的一樣 那邊就是邊疆的民族 皮膚都超級好 會一直放屁嗎 我其實也是不知道 可是那邊不是因為冷所以要吃 其實我不知道耶 那你講那個時候 那你剛才以前 那你轉很專業一樣 我小時候有看那個嘛 小百科啊 小百科 對 一百科為什麼 他們不知道不定了 這十問的為什麼 有修訂板 你還是有看 那邊沒有很冷 那邊其實跟北方比起來沒有太冷 對 然後他們那邊的女生 皮膚都超級好 對不對 就是背物都排出了 就一定有 那是啦 好 所以這個還是要請醫師來解答一下 洪醫師 原則是圈啦 但是有蛋素 耶 有蛋素 我先解釋一下好了 為什麼不見得說越紅的越辣 紅的那個叫辣椒紅素 跟顏色比較相關叫辣椒紅素 可是我們常在講到跟減肥啊 什麼相關什麼促進新陳代理 事實上是一個叫辣椒素 辣椒素那個就是吃下去 好 我們先想說你吃下去辣椒素之後 有什麼反應 你剛剛可以請那個小甜甜描述一下 就開始覺得臉紅紅的熱熱的 開始心跳比較快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其實我們的體溫就會慢慢慢慢上升 那每上升一度吸代謝率就會增加大概13% 所以它會有輕微的 可是那個效果也有限 為什麼這種減肥效果有限 一個是它會促進我們一個叫做物質P 物質P是一個叫做那個一種神經傳導物質 可是這種東西很快就耗盡了 耗盡你要再用就效果就不是那麼明顯了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辣椒減重效果 一個我認為是水分排掉了 你流汗 然後你辣肚子 那是不是排掉了一些水分 我們100cc的水分大概就等於0.1公斤 你如果一直大量流汗排出1000cc 哇你好高興喔 你減了一公斤 可是你馬上很口渴啊 你那是強迫把你的水分排出的 這是不健康的 更何況你在辣的時候 你可能會再喝水 所以又喝回去了 所以我說其實在這一塊的話 當然不是那麼明顯 那在臨床上很多女孩子用這樣的 每天吃辣椒去減肥 做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的確有減重一兩公斤 可是去後來發現他們的胃黏膜啊 食道黏膜啊 十二指糖都有一些潰瘍啊 所以我是覺得它得到一點點好處 但是不要 你說減肥啊什麼 那個事實上有限 有限的 那什麼樣的辣可能 比如說比較好啦 或是什麼辣要避免的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吃加工品啦 像剛才是吃一根辣椒 他覺得如果還能接受 我覺得這樣還好 但是很多我們的辣椒 現在變成辣油 或者是辣椒粉 辣椒醬 其實它都已經高油高鹽高糖了 那吃辣椒 我建議大家還是把 不要這樣直接吃 直接還是把 因為過去很多腸胃科就發現到 吃了這些辣椒子 這辣椒子就黏在這個胃黏膜上 就整個都潰瘍了 所以這是不要去嘗試的 而且辣椒 而且辣椒 開胃 對 你本來只要吃半碗飯 但是因為你配了辣椒之後 你可能吃掉一整碗飯 真的 這反而是很多人減肥 到最後的結局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辣呢 這樣說起來的話還是適量啦 你不要去迷信 你喜歡這個味道 OK 那我們適量吃什麼有問題 對不對 來 再接下來還有一個迷思二 好 我們來看 吃辣的時候會發熱 可以預防感冒 加速感冒的痊癒嗎 有 小哈為什麼加熱小錢的行李 因為我覺得可能有時候 比如說你的腸胃型感冒 或者是你的喉嚨會發炎的時候 你吃辣椒它反而更加刺激它 一直不停地刺激 那它就會發炎 我在想可能發炎就不會那麼快好 或者是你的腸胃 受到一直不停地刺激的時候 它可能也會 沒有好得那麼快 我有過 曾經有過就是感冒 然後因為通常感冒病毒一進來 先攻擊我的喉嚨 就會開始喉嚨痛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天 我就很 就點了那個炸的東西來吃 然後它又是辣的 然後炸得很香 就因為感冒沒有食慾 你就靠這個有一點香味的東西 來促進食慾 隔天早上起床 我是完全一圈頭炸出來 就是喉嚨搜起來 對 它就完全 喉嚨更嚴重 更慘 然後後來那個病毒 開始轉移到鼻子 就開始流鼻水鼻塞 加速 然後之後就開始狂咳嗽 所以我覺得感冒是真的 不要吃辣 小嫌的那個可能是會炸的 不是因為辣的關係 它是因為吃炸的 然後再來說吃那個吃辣 會發熱預防感冒 我覺得是成立的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喝薑茶 可以預防感冒 會流汗 對 那它那個辣椒跟薑 是一樣的道理 發熱 都刺激 對 它們都辣辣的 然後會刺激 那我覺得加速感冒 也有幫助 因為只是醫生習慣說 不要吃甜的辣的 他只是習慣性講 但你怎麼知道他搞不好 跟妹妹那麼嚴重 他只是怕說 如果跟你講說 不要吃甜的喔 不要吃冰的喔 太少了 你會覺得說這醫生 好像不專業 他會說他的名詞 靠用在裡面 對 而且人家說 以毒攻毒 所以如果你感冒的時候 吃辣的 反而就是會好辣 辣的辣的 好辣好辣 洪醫師 你覺得呢 所有的醫生 不會建議大家感冒吃辣椒的 不會 他們慣世 對啊 可是會不會搞不好 你們換一個想法 就是吃了 搞不好更快好了 因為醫師也不會跟你講說 你感冒不能接吻 但我們都知道接吻 可能會傳染感冒 對 但是大家都還滿有概念的 我在想 醫生只會建議大家 多喝開水 多休息 大概這兩件事 但是 的確在你會看 全世界很多民族治療感冒 都有它的一些小秘方 對 那很多人都有一些 蔥 薑 蒜 辣椒之類的 那我們當然去探索 它是不是真的 不然不會有這麼多民族 都要用這種方法 對不對 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辣椒素 對於那個 我們剛剛講有幾個感冒 有幾個幫助 但是也有幾個壞處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 它會促進循環 那為什麼 因為循環 我們這些循環好的時候 我們的那些白血球免疫功能 才能達到那些去攻擊你的病毒 細菌去吃掉 所以循環一定是對 喝開水可以增加循環 我們要讓身體休息 然後促進循環 那吃辣當然它會促進循環 這塊是OK的 所以這塊是有幫助的 那還有一個 為什麼會 尤其是在很多比較多痰的 或說咳嗽的感冒時候 我們會建議可以吃一點辣 那個不是醫師見 我說很多的長輩會建議這樣子 因為它會促進排痰 那這個是幫助感冒痊癒 這塊的好處 那當然我們在想說 還有一個大家記得 大家在做很多那些有機食物的時候 我們在殺細菌 我們不喜歡用一些濕 一些肥料什麼抗生素 我們就會用一些蔥薑蒜來殺菌 雖然事實上它有 辣椒素也有這種功能 可以殺掉一些病毒跟一些細菌 這個是大概它三個 如果說我們硬是說 它對感冒有沒有什麼幫助 當然是這三個 但是它的壞處也是蠻多的 我們剛剛講 其實哈孝遠有講說 那個如果腸胃型的感冒 腸胃型的你腸胃型不行了 你吃下去 這個就更加嚴重 吐得更嚴重了 那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情形 假設你的 我們講說免疫功能很差 然後你一吃進去 我這樣講 一個叫做練 有一種那種叫白色念珠菌感染 白色念珠菌在很多在化療的病人 我在免疫功能很差 它嘴巴已經破皮溃疡到非常嚴重的 你只要再吃個辣椒就更嚴重了 還有我們講的那個叫做 你感冒的時候 醫生都會這樣把嘴巴打開 其實就看你那兩顆大大的扁桃腺 那如果扁桃腺已經在紅腫熱痛了 你在吃辣椒 我每次都形容病人給病人聽 就是說你用一個傷口 我用辣椒給你抹上去 你會非常 所以我剛剛講 辣椒其實剛剛有三個好處 但是壞處也不少 其實這個題目寫吃辣 那辣來自於辣椒 或剛剛其實同意一直講到 比如說像 我們會提到的大蒜 薑 甚至有一些薑黃 它其實都帶有所謂 我們在講的有一點辣發熱的感覺 那我們營養師倒是有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感冒也是要增加你的免疫力 所以你要有一點蛋白質的東西 另外你要有一點發汗 所以你要有一點辛香料 所以像那個比如說像那種 薑絲魚湯 有沒有加一點薑絲的 那是OK的 對 或者是蒜頭雞啊 這一種的 那它這個是天然食材的辣 然後你煮出來之後 你煮成湯頭的時候 它辣味就沒這麼重 那如果剝皮辣椒雞湯這樣呢 辣椒雞湯 那太刺激了 對 太刺激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初期的感冒 其實你的辣的程度 也不要太刺激 其實你就是剛剛我提到 像洋蔥啊 或者是大蒜 薑絲 這個是屬於比較 溫和性的辣 而且像這個裡面 其實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確實可以幫助你免疫力提升 你可以預防感冒 那你在胃口不好的情況之下 感冒 胃口不好 我們其實薑絲魚湯 是還滿建議的 對 但是還有注意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在感冒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盡量還是少吃 像目前有研究就是 有些人胃口不好感冒 會想要吃一點甜的 會覺得食慾不好的糖 巧克力 對 巧克力這些 那最近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在感冒的當下 如果你吃兩塊小蛋糕 就是兩塊小蛋糕 大概50克的糖而已 你的那個所謂的那個白雪球 因為白雪球是出來抵抗的嘛 你作戰能力就會下降25% 差這麼多 對 所以你就反而是更不容易好 所以有些人他在胃口不好 又感冒的情況之下 我們建議就是加點辛香料 但是要加一點蛋白質 就是說魚啊 雞啊 或甚至於海鮮也可以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感冒 比較容易好 對 所以可以適度地吃辣 了解 好 那再緊接著第三個迷思 好 頭痛的時候吃辣 是可以止痛的嗎 因為你這裡在痛 對 然後我覺得吃辣 就是痛點轉移啊 就是你讓這裡很 那也就是有效啊 對啊 可是 但不是止痛 那只是感覺的轉移 就是你把注意力轉到這裡 很熱 然後很燒很辣 你就會忘記頭痛 所以其實他不是真的止痛 其實他還在痛 就像你皮膚癢 你去抓癢 是痛感替代癢感的意思 對 所以就像你 頭痛你是撞牆 也會 其實也會好 其實這就是痛點轉移 聽起來你有學醫的那個 對 也不錯 我是記得我有一次 頭還滿痛的時候 去吃麻辣鍋 然後吃的時候 真的有感覺就是只有辣感 然後忘記頭痛 可是等到那個熱都退了 就是吃辣的熱都退了之後 他說 短暫的 對 就是短暫的 對 短暫的快樂 短暫的麻痺而已 對啊 對不對 小甜 他說止痛他又沒有說 長孝性的止痛 還是短暫的止痛 所以這樣也就表示有用 因為就是你知道 情傷怎麼療傷 就是愛情轉移 而且另外我有一個 就是很好說法 我相信你們一定都可以接受 就像我們常常 手痛 腳痛 哪裡痛 拐到 拐到 都要貼什麼 辣椒膏貼了之後 你就不會痛 那表示說辣椒它一定有 就是戰鬥的功用 不然它就不會出辣椒 搞這種東西 我原本覺得很有道理 我的想法很有道理 聽到甜甜這樣講的時候 我有點緊張 對 但是我覺得 應該還是會 因為你吃辣以後 確實你可能會流汗 可能會排汗發熱 然後呢 你整個那個辣 往上衝以後 然後你頭附近的 這邊的一些汗 全部排出來 你的痛就得到死 可是這種痛 要看什麼原因 如果我是長瘤之類的 那也不會好啊 對啊 腦瘤... 長瘤... 我沒有要看醫生了 好到我沒有說哪一種痛 你們是跟人家打架 人家打你頭 你怎麼樣都不會好啊 對啊 打你頭頭也會痛 那吃辣不會好啊 好 你們乖... 我們現在的頭痛 就是一般的頭痛 就單純了 不是疾病性的頭痛 你慌囉 好... 我覺得他們的講得 有一點道理 有一點道理 相改對不對 不要猶豫 來 洪醫師 這個是拳 耶... 我想不到耶 這麼快 這個我解釋一下 其實有兩個原理 第一個原理 我們常常在想辣椒糕 在促進那個肌肉痠痛的解除 真的有辣椒糕這件事 當然是局部循環 局部循環好了之後 我們的那些乳酸飛機 就會被帶走 那個這個其實在很多 你貼很多按摩什麼 都有這樣的效果 這叫局部的那個子痠痛的效果 可是近年來醫學在研究這些辣椒素 發現它 哇 它真的是可以變成一個止痛藥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在討論說辣椒素 在減肥師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叫P物質 有一個神經傳導物質有沒有 辣椒可以讓你的P物質 大量的馬上就耗盡 那耗盡完之後 這P物質是什麼 它跟我們的養覺 痛覺的傳導非常有關係 那所以我們把它耗盡之後 我們的痛覺養覺就變遲鈍了 所以很多西方醫學把它運用在指一些 三叉神經痛啊 慢性頭痛 關節炎 就用它去取代一些我們的一些 止痛的一些藥物 我們洗腎病人有一種很嚴重的 叫尿毒性燒癢症 它是尿毒高 癢到受不了燒癢症 那我們很難去治療 除了洗得更乾淨等等 後來發現其實在國外的文獻 他們也都使用一些辣椒素 在治療這樣的止癢 不用去可以取代一些抗阻滋胺 一些類固存 那當然還有 最近還發現辣椒素裡面有一個 叫柳酸鹽的成分 柳素是柳素的柳 柳酸鹽的成分 跟我們那個阿斯匹林的成分很類似 那這阿斯匹林本來就是一個 症痛節熱抗發炎的一個藥物 所以事實上在那個辣椒素 用在這種止痛止癢 事實上是有效的 但它還是有按照個人的體質嗎 或者是說如果有效的話 就是會有效 我們在講說如果說 我們是否是用一個吃生辣椒 來止痛這個效果 但我們在臨床上是把它 做成一個藥物 藥物去調配 包括它的一些純度還有 但所有的這些 不管是藥物或食物 你吃進身體裡 我覺得很簡單 吃進身體裡面 反而更不舒服的時候 你務必就是要停止 對對對 因為還是人 並不是機器人每個都一樣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其實應該要注意一下 讓大家更清楚 比如說有什麼情況 有什麼疾病要不適合吃 所以我以前就曾經有一次 也不曉得 你知道胃癢癢是怎麼發作出來 在某天半夜 就是那一天的晚餐我吃了辣 吃了辣之後 半夜怎麼痛到不行 胃癢癢 對 所以有什麼情況是表示的 一個有一些 我們講說有曾經中風過 有高血壓 我們剛剛講它會刺激 我們的自主神經系統 心跳會加快 如果說血壓會上升 如果你血壓已經過高了 你在吃那個會不會就爆血管 這個要小心 第二個當然大家最清楚的 一定是有一些腸胃道疾病 有一些 逆流性食道炎 胃潰癢 十二指腸潰癢 或者說這個務必要避免 那當然消化不只 跟我們的這些腸胃有關 包括我們的肝臟 比如說你假設你有一些膽囊炎 有一些胰臟 有一些胰臟炎的 這些也要避免 那還有我們後來發現 事實上在那個 最下面的那個腸胃道 叫做肛門 如果你有 這個我們也建議 蠟不要吃太多 就整條的消化道都要注意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在想說一個很恐怖的是 有一些文獻包括我們的一些 食道癌 還有胃癌 原來跟蠟的刺激是有關的 如果這是跟某一些基因相關 如果你的一些 爸爸媽媽或說一些 基因遺傳裡面 有一些食道癌 或什麼這樣的基因 其實我還是建議不要經常去刺激它 這個是一個 我們想說要特別注意的基點 這樣子 譚老師你吃辣嗎 不是 因為我是湖南人 那怎麼吃辣呢 其實我覺得吃辣好 要吃到面不改色 就是說你吃這個辣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找一些東西 來解這個辣 還是自己可以承受的 對 就是你可以承受 所以你一定要是面不改色 你吃這樣子 不會覺得我好辣 我要去找個什麼東西 像很多人吃了麻辣鍋 那個蔬菜就是沾到很多的辣油 就趕快去找很多的東西 喝水了等等 那這樣就不合適 對 所以一定要想 面不改色 像這個小潔潔 剛才就是會有點流眼淚等等 其實我建議也不要了 也不要 也不要 尽管他可以跟一下 就有 不要 沒有 真尷尬這樣 沒有 就是我覺得 在健康的觀點上 就是面不改色 然後不要越吃越辣 大概有一天有一餐這樣子辣的話 那你其他餐就不要了 一天一餐就 對 你不要讓每天 就從早上就開始吃 然後就你的味覺 都一直是受到麻痺的 像很多洗身病人 他們很可憐 他們對辣的敏感度就很差 因為他的舌胎上 很多的這些尿素這些東西 那他就是很冰很辣很鹹 他才會覺得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這樣是滿可憐的 可是他不是說辣可以訓練 我就訓練練練練練 越吃越辣 對 麻痺 我覺得不要去做這種訓練 不要 所以面不改色就好了 可是那種人天生就是可以吃辣的 你一定是慢慢練 可以習慣他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像練肌肉一樣 就是不斷地去練習它 真的不要 就是吃這樣是你能接受的 這樣就好了 好 除了辣以外還有酸 很多人也愛吃酸 特別開胃 對 來 看一下 這個酸我們現場幫大家擺了一些 烏醋 白醋 各種水果醋 酸梅檸檬 酸梅可以送我一顆嗎 有啦 有想韻吐在現場嗎 沒有啦 就是看到酸梅就會想吃 你們不會嗎 會流口水 對 所以妳很特別愛吃酸嗎 我還滿愛吃酸的 就是我可以檸檬汁 我喝檸檬汁都不加糖 基本上都不加糖 然後有時候那個節目 不是懲罰 都要吃檸檬咬一口嗎 其實我都覺得咬一口 就妳會這樣子 可是也沒有到 受不了的程度 就如果苦茶跟檸檬汁給我比 我就寧願吃一口檸檬這樣 妳好用喔 牙齒也很健康 可是我因為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都會用吸管喝檸檬汁 因為我不希望傷牙齒 光聽妳講我都覺得好酸 對 嘴巴很酸 只要檸檬 檸檬就會分泌那個 對啊 奇怪的 酸得很棒 甜甜妳會嗎 我其實比起來的話 我比較喜歡辣 但沒有那麼愛酸 可是我之前有一陣子就是 很愛酸是因為我拿它來減肥 因為有人說喝檸檬汁可以幫助減肥 而且我會早上喝檸檬汁 因為我想說它的酸很強 空腹不能喝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邏輯 因為不行 所以我才想做這件事情 看能不能讓胃的吸收變差 然後胃受傷 很上胃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妳為了受傷還想這種配搏 對 因為有人看過這個文章 對 因為有人看過這個文章 我有看過網路文章說 早上起來喝一個檸檬汁 因為它會幫助膽 分泌什麼膽 膽汁 膽汁 然後膽汁可以幫助什麼 代謝脂肪 就類似這樣的文章 然後我也試過 妳試過 妳試過 然後咧 合理喔 她有試過 妳們覺得 她美女 那是在我六十 六十 我超過胖的 超過像妳 不是 就是這樣 她之前發胖的時候 就是小錢變小甜甜 對 然後她說 人生為什麼決定要變瘦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人家把它當成小甜甜 快給人家感謝我 讓妳找回妳的人生 然後就發現 那陣子胃很容易痛 對啊 然後也沒有真的瘦 真的喔 對 所以那時候沒用 對 然後我後來很 我喜歡酸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陣子我在學跳舞 我想要筋更開 然後我聽人家說 喝醋的時候 會讓妳的筋骨比較軟 我小時候也喝骨 對 然後我為了要拉筋 要讓自己真的可以 就是劈腿一百八 所以我就很瘋狂地喝 可是沒有用對不對 對 可是 然後到現在 妳以前不是筋很軟嗎 沒有 我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劈下去 可是一直喝還是沒有 突破不了 還是沒有辦法突破 對 所以其實我就是 那陣子開始一直喝果醋 其實我吃酸也是有挑的 像比如說妳叫我直接喝醋 或吃酸梅 我很受不了 可是我可以檸檬切片 直接吃像艾亞一樣 而且我吃檸檬的時候 就是像譚老師說的 麵不改色 唯一會比較不舒服 你沒有唾液喔 牙齒會有一點那個 我想看你 可以給他吃一下 然後因為 整顆啃嗎 對 對啊 還是你要用喝的 其實我真的OK 而且我在外面喝檸檬汁 我也是都不加糖 對 那就是你經有的 要開嗎 經典的就很不開 我經很快 打球應該很快 他很早就沒有打 他最早被退 不是退 他自己不打的嘛對不對 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你還有叫我約他老公 出去唱歌過喔 那是因為那個時候 他和他老公還沒有 天啊 還有這個秘書啊 他害羞他臉 好 來 我們這個題目看一下 好 來 下一題目 好 要請問 13可以消除疲勞 每天一杯檸檬汁 可以讓你精神好嗎 這個為他了 哎呀 好孤單的 你覺得 幹什麼這樣 因為我覺得 喝檸檬汁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效果 就是維他命C跟抗氧化 就是抗氧化就是不要 不會怕老啊 因為人家就說 那個檸檬不要切皮之後 要洗乾淨 然後泡到溫水 不要燙的 溫熱水裡面 就是可以抗氧化 那如果喝涼的 就是有檸檬 就是有維他命C這樣 那這兩個 應該都跟精神好沒關係吧 精神好 精神好不是要吃B群嗎 可是我覺得吃酸 應該可以增加 酸鹼中和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早上 你本來臉是這樣子 你吃一個檸檬 我馬上就這樣 對 眼睛就閉著 對啊 你馬上就醒了 不然就不會有廣告說 吸吸檸檬 吸吸檸檬 就感覺你早上喝檸檬之後 就會整天笑嘻嘻 精神百倍 它的C是ABCC 不是笑嘻嘻嘻 那一樣嘛 就是為什麼會吸 就是你會笑嘻嘻 所以就會強調檸檬吸 對身體的幫助 其實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就懂得吃酸的來對抗疲勞 哪那麼早熟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是阿公啊 就是過年的年初一早上呢 他會在五六點的時候 起來撒錢 那我們全部的小朋友 就要守夜 對 就是要等 不能睡覺 因為要第一個起床 就有錢可以拿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就準備了 奇異果 很酸很酸的奇異果 然後晚上如果想睡覺的時候 吃一口吃一口 然後就很想睡覺 就又醒過來 吃一口 然後就開始有精神 大家這樣輪流守夜 然後是真的有用 而且我又知道說 像那個醋裡面啊 就是有一個可以幫助乳酸堆積排泄掉 你肌肉 還有這個功效 對 所以其實吃酸的 其實是可以消除疲勞 好 來 洪醫師解答 圈 我先解釋一下 那個 我們人為什麼很容易疲勞 其實人是一台機器 那每天我們吃進去的一些蛋白質啊 一些碳水化合物啊就會代謝 那代謝會產生一些酸性物質 那些酸性物質會累積在我們身上 就越來越累 越來越不舒服 我們血液中 動脈的PH值是7.35到7.45 我們人是中性偏鹼的喔 那如果到7.2以下 7.2以下就很多酸中毒的情形 就會跑出來了 可是我們酸藥變成 用什麼東西給它排出去 一個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就代謝成CO2 碳酸飲料就二氧化碳 然後碳就排出去了 一個是酸性的水溶劑 從我們腎臟去排出去 所以腎不好的人他很容易酸中毒 肝不好的人也會酸中毒 那我們在想 其實我們這些檸檬酸 這些碱性的食物 它事實上它PH值是酸 可是它在我們身體裡面 會參加一個很多的化學變化 會把我們的酸性物質 變成二氧化碳 變成那種排到的身體 它可以帶出這些酸性物 我舉例好了 有一個叫做克式循環 或者叫做檸檬酸循環 克式我們要吃一個普通糖 要產生能量 這叫有氧代謝 所以就要經過那個循環 那個循環會產生二氧化碳 而會產生一些ATP 大概38末的 那如果你不走這條路 你走另外一條路 就會產生乳酸去堆積 我們希望是走的這一條 比較好的一個路 所以當然 我剛剛為什麼它叫做檸檬酸循環 因為它裡面的化學反應 會產生的一個中間物質 有三個其實很滿關鍵 都是檸檬酸 其實還不只有一些 液檸檬酸 蘋果酸 很多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它可以消除疲勞 一個是它產生你如果走這條路 補充了一些檸檬酸 它的ATP產生會比較多 會比較有能量 這是確定的 所以檸檬酸就是檸檬的酸 檸檬酸 其實檸檬酸裡面有檸檬酸 還有很多有機酸 橘子 柑橘類的都有 都有這些酸 對 第二個它可以把我們的一些 酸性物質代謝的話 我們的乳酸就代謝掉 你就可以覺得比較有 不會那麼酸 疲勞也可以改善 酸痛也可以改善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吃這個是有幫助的 洪醫師你的那個 顯微鏡有帶來嗎 我覺得他好像我的語化老師 講了好多專業的那個知識 他們應該給我一個檸檬嗎 因為我現在有點疲勞 對 拜託 來 其實不一定要檸檬吃 譬如說吃橘子 其實很多鹼性 對 很多鹼性的食物 其實都有這樣的功效 鹼性的 所以為什麼很流行養生吃醋 它就是醋酸 醋酸也有這樣的成分 那到底醋可以讓筋開嗎 這網路上很多人在討論 對啊 我剛剛講說這些鹼性的食物 我們號稱什麼什麼醋酸 什麼酸 它是鹼性食物 可以帶走我們很多酸性的物質 酸性物質其實不只 它會堆積在我們全身各個地方 包括我們的一些肌肉肌腱 我舉例好了尿酸 尿酸堆積讓我們關節 會產生一個痛風 但尿 它不只是 它乳酸堆積在我們肌肉 會產生肌肉痠痛 很多這類不好的酸性物質 就會讓你的那些骨骼肌 肌肉線頭變得硬邦邦的 所以你在要去按摩 硬邦邦的空結 為什麼 就是這些酸性物質 可是如果這些鹼性食物 可以帶出來 當然它會覺得 比較鬆軟一些些 但是說 你說是否它有一個直接 我們講說這個叫做 它就可以讓你的肌腱 變軟 事實上不是 它是把你的酸性物質 給帶走 你會覺得會比較輕鬆 所以你不要期待 它可以劈腿 不可能的 消除疲勞倒是有可能 消除疲勞 但是台老師很愛吃酸 那你覺得酸的東西的好處呢 其實我覺得 千萬不要一早起來 就喝酸的東西 因為這樣子 腸胃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傷 如果是西式的檸檬汁 其實也不建議 而且這個酸 真的不要接觸到牙齒 最近很多的研究 就發現說 喝這個檸檬汁養生的人 結果牙齒都壞掉了 所以不要早上起來 就喝這些檸檬汁 或者是說喝這些水果醋等等的 很多人為了退斑 所以早上起來就喝一些水果醋 退斑 對 水果醋可以退斑 網路謠言 對 所以是沒有效的 不要相信 對 對啊 不要想老人搬都快出來了 對 結果發現那個是沒有效 但是反而造成很多 胃潰瘍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吃酸最重要 不要一早 不要空腹吃 但是更重要的 不要吃加工的 像這個酸梅 或者是一些在製的 我倒是建議 就直接從這些什麼水果來的 那會更好 不過說到好處 營養師我還聽說過 什麼喝醋這種酸的東西 可以減肥 什麼之類的 有嗎 其實呢 目前研究發現 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喝檸檬汁 或剛剛提到 就是有檸檬酸的 像柳橙汁 或是橘子這些柑橘類的 它主要是裡面的檸檬酸 那剛剛其實我們洪醫師講到 一些生化循環 其實它最重要 最重要的結果後面 它確實可以幫助乳酸的一個排泄 所以我們都會用在哪裡 用在你在減肥的時候 不是會搭配運動嗎 有氧運動 那有的人他搭配運動完之後 他可能平常都沒在運動 他就覺得好酸喔 然後他就會失去那個 想要在運動的這個動力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他 在運動後之後 大概喝 或是一顆檸檬 然後泡成300CC的水 那可以讓它消除疲勞之外 它也可以讓你的肝糖再生 就是讓你比較快恢復能量 所以是你要減肥的人 是減肥搭配的運動是可以用的 那有層汁不會太甜嗎 就是在減肥的人來說 對 所以大概就是 所以我說300CC左右這樣的量而已 這樣就夠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營養師 就是我聽說喝醋可以治百病 而且還可以讓身體裡面的一些 拍咪亞把它排除 你就驅邪 那那是請廟宮就好了 哪一間宮廟的情況 我不想跟你們這些 沒有知識的人講 我才問營養師 拍咪亞就是驅邪 那你講清楚是什麼拍咪亞 搞不好營養師 所以是不是喝醋喝越酸 喝得越酸對身體就越好 其實不是喔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通常水果醋做出來酸 應該是沒有太酸 那如果你發得很酸 那種有可能是工業用的很酸的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避免 確實還是比較是空腹不要喝醋 其實我們醫院很多臨床上的案例是 卻都是相信網路謠言 早上起來一杯醋養生 然後空腹 結果真的是胃潰瘍發作 或是胃食道逆流 那他都會跑去看什麼心臟科 還是什麼喉嚨啊 看耳鼻喉科 後來發現確實是他飲食習慣裡面 他就早上空腹吃酸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 酸的東西呢 其實有幾個族群要分開來講 第一個就是他確實用在開胃 像有時候老人家 他胃口不好 那為什麼他胃口不好 因為他唾液分泌也比較少 所以他就會不會想要吃東西 所以他就可以用一點酸的東西料理 比如說用一點醋啦 檸檬啦 或是用一點酸的東西 鳳梨這種酸的東西 讓他增加食慾 那小朋友一樣 小朋友如果胃口不好 你也可以用酸的 然後他有一種就是癌症病人 那癌症病人他如果到最後 其實他化療的時候 如果他吃不下東西的話 他體重會下降 所以他就變得沒辦法 再繼續化療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點酸酸甜甜的 讓他有一點開胃的功能 還有就是高血壓也可以用 高血壓的人 如果他鹽分要減少的話 他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像是那種米醋 因為米醋裡面相對 他成分很單純 像我們主持人前面這三罐啊 右手邊那一罐其實 你在選醋 其實要有一個聰明的選 那你仔細看成分 通常好的醋 他通常大概三種到四種成分 跑就這樣而已 沒有多了 就像水 因為米醋就是用水嘛 用米用酒精 就這樣子而已了 那如果你買到的醋 你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白色對不對 裡面很多成分的 那就是可能有點是 就是加工的 加工過程太多 添加一些有的沒的 還有就是那個水果醋 像文華手上拿那個水果醋 那個減肥就最好不要用它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除了開胃之外 我們剛剛看到喔 他剛剛40cc的水果醋 你喝那40cc的水果醋 我們算出來大概有 三顆方糖 對不對 是三顆方糖的一個 更胖 對 糖量 對 所以你其實 你在吃這個醋的時候 我覺得倒是你烹調上用了 可以比如說你加一點白醋啦 那其實它是OK的 但是你喝這個水果醋的話 其實你要注意 它裡面其實很多的糖 那酸梅裡面其實它除了糖之外 它有個很大的問題 它鹽分超高 對 所以如果你正在懷孕的人 有些它本身就已經有高血壓體質 然後它又懷孕 或是在懷孕過程裡面 它有所謂認成性的一個高血壓 那這個其實酸梅 我們都建議它不要吃太多了 因為它其實會讓血壓又飙高 我一直在想說 什麼人最適合吃這一類的酸 但也歸納一個是那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運動過量的人 然後這樣母酸堆積 這個是有幫助的 一個運動過少的 那些面龜一族 宅男婦女 什麼叫面龜 前面那個是產生態 面龜 面龜 對 但是因為它不動 它循環不好 它也會造成乳酸堆積 它不是運動過量 而是運動 這一類的話 當然我們講說吃這個也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就屬於高壓抑族群 這些很努力在工作的 在電腦面前做在工作的 那這個也可以適時的補充一些 我們講說這些有機酸之類的 把一些酸性的物質帶開 會讓你精神疲勞 這些都比較改善一點 那我再補充一個 就最近很多網路流行 就是說 睡美容 叫然後吃一些氨基酸 氨基是含氨的 那種縮酸之類的 那這個是跟我們今天講的 其實是另外一個話 它不是把那些酸性物質 它是因為某一些的氨基酸 會造成我們一些 產生一些能量 比如最有名的一個叫 左旋肉酸 又叫什麼卡尼丁 這可以減肥不是嗎 對 他們講說它會帶一些 什麼腸鏈脂肪酸這一類的 但是事實上這個功能也是有 事實上在我們的食物裡面 包括肉 牛奶這個就夠了 沒有缺的事實上 不用去補充它 那我只要一吃酸 不管是空腹不空腹 都會覺得有一些些感覺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 胃實在是不太好 其實我們的吃酸的禁忌 因為它為什麼它會 吃酸可以改善嘔吐 我們在想說 大家會嘔吐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胃的問題 因為沒辦法排空 所以我們有時候 就會叫你按摩 做一些動作讓它排空 就不會想要吐出來 那可是我們的吃進去 一些酸性的食物 它會吃進我們酸的一些分泌 那就會加速我們胃的排空 只要排到十二指腸 你那個吐的感覺就改善 可是相反的 假設你胃裡面是 我們講說 我們講胃酸過多 胃潰瘍 胃發炎的 你胃酸在分泌的時候 你是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吃 有沒有 反正要吃鹼的東西去壓它 那如果你剛好你是 那類族群就胃酸過多 消化不良的 那你去吃酸去止吐 那是不是剛好是那個相反的 你會造成更不舒服 是 所以要先去檢查胃 看如果胃不好的人 其實不要常吃酸 對 但是有些人 雖然要小心吃這個酸 還有這個辣 對 但是我們譚老師就厲害了 這個所謂的酸辣料理 它弄起來 還可以讓你覺得不心酸 真的嗎 又美味 又美味 對 好不好 好貨到你家 這一道菜不得了 大家墨西哥口味大愛對不對 對 墨西哥的 酸辣海鮮 對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們今天 超開胃的 我們用的都是 就是天然的食物 沒有這些添加物 那很簡單 因為在墨西哥 他們是直接拌一拌 但是因為我今天買香菜的時候 發現上面有一隻蝸牛 所以我們在台灣 還是把這些菜都是再炒熟就好 那其實不用什麼爆香 你就把番茄 然後辣椒 這是辣椒 這是辣椒 對 那辣椒記得要去植 對 才不會太辣 對 對 而且不會附著在這個 那個牆壁裡面 好 那這個香菜 我們直接下來 因為它會 香菜這麼早就加 對 因為這個 今天有看到蝸牛 蝸牛 如果沒有蝸牛呢 其實可以最後加 最後再加 對 然後再加一點洋蔥 這個下去就添了 那這個東西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不用什麼樣的 去特別去炒湯 但是我們只要讓它熟了就好 那你可以做很多這樣的醬 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你就可以配魚 配肉 配什麼 都可以 家裡有什麼就配什麼 那我們今天配海鮮 這個也可以沾那個餅乾 對 也可以 沙卡 對 那這個番茄 加一點點的糖 會讓它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鹽 也會讓它就是 那個酸味也會出來 但如果洋蔥它本身就有甜度了 對 但是這個加一點點糖 它的這個番茄的這個酸甜味道 會更好 更油 更柔和 對 對 然後如果喜歡辣一點的 我們就再加一點點的胡椒 胡椒的辣算是好的辣嗎 對 其實胡椒也是不錯的 然後再加一點點水 其實不要多 就一點點 對 然後就把它炒熟 那我建議大概是炒了之後 你大概可以放大概30分鐘 讓它味道更出來 讓它味道更出來 然後等它涼了之後 我們要吃的時候 再拌上這個 我要儲存之後 之前我再把這個檸檬汁 拌進去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這個熱度很高 讓它就破壞了這個維生素 不過檸檬汁 它算是好的酸對不對 對 它是天然的 但是我們也不需要吃太多 就恰到好處就好了 那有沒有什麼不好壞的酸 其實我不建議加工的酸 像我們喜歡吃這個酸梅 那酸梅的話 它要經過一些人工肝胃劑 跟一些本甲酸鹽 那其實這個小孩子吃到這個 本甲酸鹽的東西 它會就開始食慾不好 而且對孕婦也是不好的 也不好 對 對 對 其實不大建議 酸梅還可以吃包 因為它是加工劑 而且很多防腐劑 對 對 那怎麼辦 又怎麼會取代 其實不大建議 可以帶水果 其實會更好 天然的酸 對 對 其實真的懷孕 不要吃這些加工劑 了解 那我們可以等它涼了之後 就加一點點檸檬汁去拌 好 那因為這個要放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味道才會說 對 然後我們之前做好的 在這邊 那我們一樣就是 可以把它拌上一些海鮮 那海鮮或者是肉 你就另外汆燙 汆燙好之後 你要吃多少再淋進來 那我們這邊就是 海鮮就不限了嘛 對 家裡剩什麼 你就用什麼 那有時候是雞絲 都可以 比較燙過就好 對 那我這個是今天用魚 對 然後用蝦 然後用一些剩下的干貝 乾貝 好高級 就把它拌一拌 高級爆了 就是反正你只要剩什麼 就是用什麼 就弄什麼 對 然後有的時候是 有些螃蟹腳什麼 都可以 對 都可以 或者是花枝 都可以 就是你喜歡什麼 就拌什麼 就只能海鮮嗎 不能加肉 可以 你可以用雞胸肉 對 雞胸肉 都可以 這個好香 只要稍微拌過就可以 不用等 對 拌一拌就可以 其實你如果醬汁分開的話 醬可以拌到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這個味道一聞就是好吃啊 好香喔 開胃啊 好開胃的感覺 食慾都來了 這逗墨西哥餐廳的感覺 怎麼樣 好好吃喔 正點喔 我跟你講這個配麵包 或是你講那個 配那個餅乾 餅乾 餅乾太浪費了 配麵包 麵包可以 這超開胃 它除了墨西哥也有點泰式 它感覺好像很多國家在裡面 好想喝醃子 就吃完之後變混血 對 馬上就會變漂亮 而且這個減肥是不是也蠻適合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用在那個晚上 如果你真的肚子餓 想吃點宵夜的時候 因為這個還蠻清爽的 對啊 宵夜 干貝 蝦子 這個太厲害了 是第一組高蛋白的 所以它相對脂肪上 比較適合放來炒 有道理 對 就不會容易發胖 但這個膽固醇還OK吧 這個膽固醇幾乎很低 因為它沒有蝦頭 對 那干貝呢 干貝糖果醇不會太高 不會太高 那就放心了 而且那個辣度舒服 都不會太刺激 面不改色 對 沒錯 這個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酸 就是吃得出來是檸檬很健康 外面賣的 你吃起來就覺得那個酸好像是醋 又不像是醋 就吃不出到底是什麼原料 它連胡椒都吃光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這不是因為我們餓 這真的太好吃 韓老師從來沒有讓大家失望過 而且太有解口對不對 而且都很簡單的料理 真的 然後有個醫生的權威底下 這道菜應該也沒任何負擔吧 我覺得如果說你那個吃太辣好 胃跟食道會有問題 但是這樣的辣度跟這樣的酸度 很舒服 實際上是剛剛好的 外面很多有帶酸的東西 你聞聞它的嗆脊味 然後它用醋酸 化酸 風味用的 對不對 要留意 因為看到是這道自然的食材 用出最好的原味 不辛酸 不辛酸 太棒了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